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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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Henry 劉憲華 謝謝 謝謝 可能大家比較習慣在電視上 或是舞台上見到我 但是我今天呢 想跟大家聊聊天 分享我的故事 你有沒有想像過做個明星是什麼樣子的嗎 沒有 你們可能以為是充滿掌聲和尖叫的畫面 在我小的時候 我也是這麼認為的 我以為一定會很酷 被那麼多人喜歡 被那麼多人崇拜 一定是一個很享受的明星生活 但是呢 等到我出道以後呢 我收到的不是掌聲和尖叫 可能有尖叫 但那是反對我的尖叫 這個要放大聲一點 才能感受到當時那是什麼感覺 放大聲一點吧 好 我們先不講那麼嚴肅 讓我回到更早一點的時候吧 當我還是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那時候 我從小是學習古典音樂開始的 六歲 開始學習小提琴 七歲 開始學習鋼琴 那時候就開始我的很嚴格的訓練 大概每個暑假 都會 住在我小提琴老師的家 然後每天每天 老師都會坐在這裡 盯著我練四五個小時 一出錯 就會被罵 Henry 那時候非常非常的辛苦 也不能跟其他朋友一起出去玩 努力了很久 當然有收穫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我小提琴好厲害 有任何的表演機會 我都會去表演 但是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不管我在哪裡表演 在學校裡 或者在其他場地表演 我的鼓掌 都是來自老師或者家長 在開始我沒覺得有什麼奇怪 我其實挺開心的 挺滿意的 但是有一天 我看到另外一個同學 他表演了Michael Jackson的舞蹈 哇 哇 那時候我還記得 反應跟我完全的不一樣 現場呢 不管男生 女生 所有同學都在瘋狂的為他尖叫 這個時候呢 我就知道 我走錯路了 當時 大家都以為 我只懂古典音樂 只懂小提琴的一個nerd 很舒呆子 我呢 我一直想讓大家以為 我很酷 一直都想帥 怎麼辦 沒辦法 我只是一個古典 nerd 我沒放棄 必須帥 從那時候呢 我就瘋狂地開始練舞蹈 大家知道那個很有名的 moonwalk嗎 太空步 從我學會 moonwalk以後 我就沒有正常走路了 真的 我記得有大概一年多 無論我要去哪裡 我都是 moonwalk過去的 比如說 在學校裡 從 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 我都是 然後呢 從 這個教室到 比如說餐廳 也是 是 然後呢 有時候 比如說 遲到了 沒關係 換一個 moonwalk 快速 moonwalk 快速 moonwalk 那時候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瘋狂 永遠都在練 但是呢 就碰到一個問題 媽媽 媽媽不讓我跳舞 她要我專心在讀書 專心在練小提琴鋼琴 我呢 沒放棄 每天每天要先練小提琴 等到我媽媽在忙其他的東西 哦 媽媽在煮飯 趕快跑到另外一個房間 對著一個小鏡子 偷偷地在練舞蹈 後來呢 到高中 在學校裡我組織了一個 一個社團 跳popping舞蹈的社團 同時也是學校裡 小提琴社團的社長 哎呦這個不用鼓掌 小的時候 然後呢 剛好這個時候呢 有一天 這兩個社團的練習時間 撞了 沒辦法 我必須兩邊都跑 所以呢 一邊我在 我在拉小提琴 比如說 跟 好你們都是同學哦 好同學們 一起調音 調好了嗎 OK調好了 好我們一起來 一二三 一三 這個瓦鈴盒我就 馬上 趕到另外一邊 這邊呢 我就要跟同學們一起跳 叫 popping 5 6 7 8 5 5 6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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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8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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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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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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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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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8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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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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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有一天 很多很多同學們突然間很 一直在那邊鬧 Henry Henry有一個很大的公司 他們來這裡他們要找新人 他們要辦一個選拔賽 你一定要去 你一定要去 當時我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了解 也不知道這個公司到底是做什麼的 但是 我還是問了我自己 Why not 對 Why not去試試看呢 所以我就去了 跟朋友排隊了六個小時 然後你猜一猜我做了什麼 我的第一個Why not 小提琴加popping 後來運氣比較好被選上了 我才發現 啊 糟糕了 這個跟我爸媽 對我的未來規劃完全不一樣 我要去嗎 我就問了我自己 Why not 我就決定去試試看 哇 我當時好開心 我以為我要去當個明星 被公司簽了 我要出歌出專輯出名 然後當時呢 我也被加入到一個很紅的組合 我以為 被加入以後 我也會馬上 就會跟其他成員一樣 那麼紅 大家 還記得 一開始我放的那個聲音嗎 這樣好不好 讓我回到以前那個感覺 我們一起來吧 喊Henry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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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呢 我興奮了 哇 第一個表演已經那麼成功 大家都為我 都在為我尖叫 在喊我的名字 後來呢 公司同事過來 他說 嘿 都很擔心的跟我說 Henry 你沒事嗎 我說 你沒看到嗎 大家都在為我尖叫喔 叫我的名字 他就說 Henry 他們 不是在喊 Henry Lau 他們在喊 Henry Out O-U-T 他們 為什麼反對我呢 我當時也一直在想 是因為我是一個新成員 新加入的 然後當時有很多 很多人都不喜歡這個 不要一個新成員 當時我就崩潰了 不知道該怎麼做 非常難過 特別是因為 我一直都想把我的第一個表演 發給爸媽看 但是我實在不行 因為現場的那些聲音 都是反對我的聲音 他們如果看到的話 肯定會很心痛 然後是因為這個事情呢 我的工作就減少了 也不能跟其他成員去一起表演 也不能跟其他成員一起宣傳等等 所以就有很多自己的時間 所以就有很多自己的時間 我就在想 我的第三個why not 既然已經這樣子了 我為什麼不 用這個機會提高自己 變得更厲害呢 我就開始學習音樂製作 那時候大概每天每天 十幾個小時 就是一直在學習 編曲、寫歌、很多樂器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學不夠 我還去了Berkeley音樂學院 去接受更專業的訓練 但是呢 學會這些發現 沒用 因為我自己表演不了 當時還是有很多人在反對我 那怎麼辦 我就在想 嘿 叮 我可以為其他成員 做他們的一些表演 所以慢慢的 我就開始為我的組合寫歌 同時我也開始幫其他的組合 其他的歌手寫他們的歌 我的第三個why not 讓我成為了一個製作人 然後因為這種why not心態 提高自己 大家也開始接受我了 甚至到今天 我還是不停地在問自己why not 這個心態 也變成我創作靈感的來源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的 Loop Station表演 當時我在想 為什麼音樂只能被聽到 為什麼不能被看到呢 我就接觸到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叫Loop Station 然後呢 通過這種表演 我可以讓觀眾 讓你們看到音樂 用新的方式來享受音樂 我的再一次why not 我一直都以為我只能當一個音樂人 但是why not就幫我打破了這個限制 大家喜歡看電影嗎 喜歡 這部有看過嗎 有 還沒出來已經說有 這個電影呢 加油 那這部電影呢 加油 首先我是一個音樂人 我從來沒有想到 會有一天我也可以去演電影 我也可以去當個演員 但是我就問了我自己 why not 我就決定要開始學習 所以呢 從那時候我就開始準備了 不停地試鏡 訓練 學了各種東西 有時候也是為了一個角色 完全改變自己的外表 真的沒想到會有一天 真的會有導演 找我給我機會去演電影 這是我以前演過的一個電影 這些電影上映了以後 我就有一個完全新的狀態 因為以前以為有一些事情 後來沒做過或者什麼 但是現在我不這麼認為 現在呢 anything is possible 一切都有可能 因為why not這個心態 現在我嘗試過小提琴加舞蹈 Loop Station 演電影 連現在我也是在不停地嘗試新東西 大家這是我的最新的why not 前幾天 我把節奏放在藝術上 why not 有很多人問我 你是怎麼做的才能做到今天的你 我覺得是因為我的心態 我的 不停地在問我自己 why not 為什麼不 今天我來這裡是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just keep asking yourself why not 當下次大家面對選擇的時候 問問自己 why not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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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